今天这个讲过以后,接下去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赚钱 不是的,我的主要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目的是,让现在在学校里面,特别是学医科的同学 知道这个行业,特别是机构投资者 用量化投资方法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让你在决定你今后要不要走这个行业 有个大概的idea 第二个目的是,如果你觉得这个行业适合你 那你应该从哪些方面开始准备 所以,这就是我的explication 在我讲之前,我想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就是在座的,有做过宏观投资的麻烦举手 什么叫宏观投资呢?就是除了单个股票之外的其他产品 比如说,外汇,大宗商品,股指期货 所以如果在座有这方面的投资经验情绪 让你去做 比如说,那有做空的经验的人 就是这个实战经验的人,请举一下手 还是同样的几个人 然后,有用自己的量化方法去做投资 或者更好的是,如果你们自己有一套成熙的模型 进行投资的人,就要再几个条 好,更少了 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稍微把拦路这样一点 那接下来呢,我想,我这个agenda是这样子的 大概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全球宏观投资 那这个投资的方法有哪些? 然后投资的工具有哪些? 还有这个特征有哪些? 那在第二个阶段呢,我会讲一下 在我们公司,我们是怎么做量化投资 怎么运用量化方法去进行模仿投资 我先会大概给你一个简介 这个整个process 是怎样的 接下来我就会用我们的一个strategy 这个全球股票 non-short 做空做多的strategy 来大概过一下这个过程 那顾名思义 全球宏观投资呢 就是通过对全球的宏观经济趋势 进行研究 然后来在全球范围内的资产进行配置 所以它的方法主要是一种top-down 保护器 或者是自上而下的保护器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主要是分析一些大的picture 比如说现在的世界经济 或者某一个国家的经济 是处于这个经济周期的来个阶段 然后他们现在进行的是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的什么 是紧缩性的还是 紧缩性的还是 就是我的拓张性 我需要反映一下中英文 然后还有这个市场的价格 总体来说是偏高还是偏低 然后这个资本的流动方向如何 以及地缘政治等等这些 所以刚才张明博士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picture 分析 这个 那接下来呢 通过这个picture 分析以后呢 我们就会得出一些 这个预测 这些预测是关于 不同的汇率之间的预测 所以不属于今天投入到的 那通过这个预测 我们再通过其他的一些 最优化的程序 来进行分配的资产 确定投资哪个资产 然后资产的配置是 那个比例是怎么样 那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 这个投资它的方法可以分为 这个discretionary 就是全 大部分是由这个人脑来决定 做这个discretionary 这个投资的 做得很成功的一个人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是谁 我应该投资的 巴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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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菲是做这个 普派投资的 索罗斯 索罗斯 他就是 大家应该也知道 他的一本书叫做 金融面积书 他里面他有一套 自己的投资哲学 那么这套哲学 是一种philosophy 对吧 所以他不是可以用电脑 或者用机器去模拟的 就完全是从他的 人脑里面免 那相对应的呢 第二种方法 叫做systematic 也就是系统性的投资方法 这种就是把建立成 就是建立一套系统 把它变成程序 然后由电脑来进行 这就是我今天要focus的主要的 topic 这也是我目前工作的主要 一个人 主要的类伍 当然呢 这两个都是非常extreme 的 case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一般是用一种 hybrid structure 也就是既有这个系统性 也有这个人脑的一些参与 那我的定义里面 如果你的投资决策 如果70%以上是有 人脑决定的话 那么就是 discretion 如果70%以上是systematic的决定的话 那就是 你是个矿 成就问你是 这个量化分析师 或者是量化的物理家 在很多这个hits fund里面 他们都会分为两个部门 一部门是有那些 专门用通过自己的经验 用人脑去trade 另外一部门就是专门用电脑 所以大家也可以知道 人脑这个trade的话 就需要这个人 在这个行业 有非常长时间的投资经验 所以一般来说是 连接很大的 那在这个 这个systematic department 可能需要你的 编程技巧 数学 还有这个market sense 可能就不需要你连接很大 这是一个比较 所以我觉得在初期阶段 大家可以 systematic里面 可能就是那个growing path 会稍微快一点 好 题外话了 接下来 这个又分为 狼狼的approach 就是说 你的投资 要么就是买 要么就不买 你不会去做空 那这里面 一般这种strategies 都会跟某一个指数相比较 如果你跑运的大事 那你就是out performer 但如果你是under 你如果是没有跑运的大事 你就是under performer 这个一般是通过这种strategies 来express你的directionally 如果你觉得大事是上涨的话 你就去做多 大事下跌的话 你就不投 然后这一般是在共同基金里面运用的 接下来这个long short 就是多头和空头相结合 这个一般的是 我们称之为market neutral 它不受大事的影响 就是你在你的投资组合中 你一方面做多一些资产 另外一方面做空一些资产 这样当大事跌或者深的时候 你的应该来说 你不受大事的影响 然后我们称之为绝对的收益率策略 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大市场跌的时候 你也不应该亏钱 然后这个主要是通过 就是cross-sectional relative view 就是不同的资产之间 它的相对优劣的一种比较 比如说苹果和Google 这个之间你看好苹果 不看好Google 然后你做long short 那在国家里面就是你看好德国 不看好西班牙 然后这种strategy 这种strategy呢 是用于这个hedge fund strategy 所以hedge就是名字 这个是long short一起做的 那接下来我们这种 投资的工具有哪些呢 或者是对象有哪些呢 第一个是全球的股票市场 这里面我们一般都是用 五指期货来做投资的对象 中国最近是去年吧 刚刚推行了中国的股指期货 所以这也是今后在中国的范围里面做宏观投资的一个重要投资工具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是global bond 就是主权 主权债券期货 比如说西班牙的主权债券 或者是希腊的主权债券 或者是希腊的主权债券 或者这些做多做工来进行投资 然后就是外汇 外汇 外汇一般用元器或者是期货 然后大宗商品 接下来就是一些非传统性的投资工具 比如说Berry Swaps 这一般是通过这个来进行对市场的波动性 进行投资 如果你觉得近期内市场波动性会增大 那么或者减小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种Berry Swap 进行投资 我待会稍微提到 再回到这几个传统里面 这个全球宏观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它是一个非常 因为它大多数的投资对象是期货或者期 或者是元期 所以大家可能做过 做过这种交易的人都知道 你投入的资本其实是很小的 你可以只有一块钱的资本 但是你可以把它就是通过 Leverage 把它投资到10块钱或者100块钱的资产规模 所以这通常是非常高收益高货风险 接下来 我就有几个例子 是成功的和失败的例子 在用这种高杠杆率的情况下 一个是1992年 这个索罗斯一战主名的 就是把英格兰银行击败的一战 那这一战里面呢 索罗斯是赚了10亿美元 那它的资本有多少呢 10亿美元 那它能够把它的资本 在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内 翻倍 它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用了Leverage 它的Leverage是1-10 它通过10亿美元的资本 去借贷 就是去卖空100亿银银银银 价值100亿美元的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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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银银�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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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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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个成功的例子,不成功的例子就是1998年,长期管理资本公司,不知道大家有听说过没有,商学院应该是一个很经典的战略, 然后他们是,刚开始是赢了点小钱,赚了点一头小李,后来自信心就比较膨胀以后了,但是这个不是他们错,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个人之常情,就会不断地增加你的杠杆, 然后在他们最高的时候,1998年9月的时候,他们通过自身的50亿美元,结果他们的投资规模达到了1250亿美元,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投资的产品里面稍微亏损4%的话,他们就整个的Aquity就被外泡了,所以他们在大概也是一两个月时间内,他们就亏损了45亿美元, 基本上就,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那我周围,包括我自己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就是因为在刚开始,投资赚了点钱以后,慢慢的就把这个盖的率给提高,然后突然一个big draw, 所以这个是需要稀奇教训的,然后2008年,Bairstern和Lemon Brothers,但是他们这是那个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leverage比较高,跟强消宏观动资没关系,但是我举出来是因为,他们也是一个,因为他们的leverage 太高,所以到他们最后collapse,大家都看过这个电影 margin call,就是这样,他们的杠杠率达到那个股票,或者说那个债券的那个价格,只要波动的1%,我不记得,不记得,1%还多少,他们整个公司就基本上就被外泡了,那接下来,我想我重点的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是怎么做这个全球黄金投资的? 其实我们公司是一个非常qualitative的 firm,也就是说,在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我不能说另外一个组,只要在我们这个宏观投资部,我们80%以上是由电脑确定的,然后20%是由这个人脑来进行一些control,大约不是说去否定电脑的那个output,但是我们接着再讲一下。 嗯,那我把我们这个approach称之为fundamental driven point,也就是说,我们在做我们的量化投资模型的时候,我们的基于点是出发,是从这个基本面出发的,或者说是从经济学理论,或者是market的那个intuition出发, 而不是先start with data,在那个data里面进行一些data mining,得出来一个模型。所以必须我们这个模型建立前,有一个idea在我们脑中。 举个例子,在外汇投资里面,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叫做购买力评价理论。那这个购买力评价理论的话,我们就是start with这个购买力评价理论,然后呢,去建立这个factor,然后呢,可能有点不好提,就是在建立factor里面,可能你会加一些非线性的结构,但这些非线性结构, 它每一步,都是需要你能够justify by intuition,或者是theory。因为到最后,我们在present,我们在投产前,公司有一个investment committee,也就是所有的investment professional,他们会坐在你面前,你来大便。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intuition,去justify你的这个model,你的那个factor,那么你可能就过不了。 这个跟有些systematic fund不一样,你比如说,在,刚才我忘了说了,就是在systematic里面做的很成功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global macro fund,是Jim Simons,他是MIT的数学学学教授,然后他呢,原来学的是这个,就是code,那个decipher,就是解密码,所以他们呢, 他们的矿团模型,就是纯粹的那个数学模型,他们在招人的时候,甚至都不考虑,至少我当年是这样子,不考虑你的,你不论是经济系的,或者是金融系的,他们认为这个negative factor,他们招的人都是,他们都是跟google竞争这个招人的人选, 就是他只需要你懂这个,这个电脑,懂这个统计,懂物理,这种hardcore science,然后他们的投资呢,是horizon非常短,可能有时候就是几秒钟,或者是几分钟的,所以那也是可以成功的,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强项,所以我们公司还是一般 它尽量以照经济系,或者金融系的这个硕士,或者博士,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组呢,其实我们有八个交易模型,这八个交易模型,相对于就是刚才我说的八个,那几个asset class,就是全球股票,全球债券,大宗商品,还有外汇, 然后每一个交易模型,它是由专人,来建立,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模型的那个预测,因子是不同的,但有的公司,就像我听说的,因为人比较少,他们就有一个专门的模型,放置四海而接着的模型,就是里面有这个value factor,有这个技术factor,然后呢,就是,就用于到不同的这个strategy, 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我们有一个performing manager,他就专门负责这个yield curve,那他的,他就对yield curve非常的熟,那我就是专门负责这个外汇,那我的原来的那个,我跟张明博士是同一个专业,也是国际金融专业,所以我对外汇也比较熟,那另外一个同事是BUBA的PSG,那他就是做equity,所以他就是个人有专项的。 那最后呢,我们怎么去分配资产呢,因为客户来投资到我们这个公司的话,他是买一个package,他就说,我就想投资你们这个全球宏观投资产品,他就给我们一笔钱,那我们这个back strategy,他并不管,那谁去把这个钱分配到不同的strategy里面呢,那就是我们的首席投资执行官,也就是我的老板。 那他去年也跟大家讲过一个,前年也跟大家讲过一个topic。 anyway,他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个risk budgeting,而不是这个,这里面说是risk budgeting,就是他分配这个资产的依据,不仅仅是看你这个strategy的performance是什么样的。 他同时还看你这个strategy,他的risk有多大。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年到现在,可能外卷strategy非常好,the best performer,但是呢,他的波动性非常大,即使到现在,比如说up了五个percent, 那这样的话,他就会稍微要,就是biscount的这个volatility,也会,钱就会稍微少少少一点。 当然,这个就,我就大概介绍一下。 就是用这个variant risk,就是用这个variant risk吗? 就是用valuate risk吗? 没那么简单,但是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就是尽量控制,你每个strategy,他最大的是超过百分之五的功能。 对,就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但是belive稍微要复杂一点。 那接下来呢,这就是我的事情了,我每天从我进了公司以后到现在,我每天做的事情是什么样子的? 听起来可能会很boring,或者是跟你的那个grader school life其实很像。 就是,首先我做的事情就是,找预测因子,比如说去预测外汇,像不同外汇之间的那个优劣啊,这种比较,什么样的因子能够去预测这些优势或者劣势呢? 这个是我在做的一件事情。 刚才提到的那个购买率评价,就是其中的一个因子。 然后还有什么利率评价,张明博士的博文上都有提到过。 还有那个,我们还用一些比如说的机会性因子啊,还有可能一些主权,default,主权国家的那个违约风险,这些都可以作为因子。 那么这些,again, should be starting from intuition,或者 theory,我记得当时我还有一个同事,也是经济期的PhD,我就不点名了。 但是,他的那个approach跟我,或者跟我们大部分人完全不一样。 他的很主要那个philosophy就是,data will speak everything. 所以,他就看数据,他就用不同的那个,比如说他要做一些这个技术性的指标的话,他就通过不同的那个moving average,来来test这个技术指标。 哪个moving average是work over the long run的话,那就是他了。 但是,至于为什么是这样work,那就不管了。 反正,data will speak itself. 这个其实,最后他结果是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结果没有多少被investment committee approved. 因为我们是非常怕这种,怎么说呢,fitting your,fitting the history very well,but forecast the future very bad. 当然他现在也不在我们公司了。 好,接下来,当你把这个factor develop好以后,就要请一些test。 这个test是非常,其实我想说的是,在这一行要成功,不能说成功吧,要不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一定要细心。 因为做,特别做这种计算机的模型的话,你对数据的那种,那个quality的要求非常高。 这个第2对数据的quality要求非常高,你不能有让一些extreme value去drive your results. 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statistical test里面,你都要减乎到,要把outlier给他remove掉。 然后呢,你再做out of sample test,我待会会讲。 你要做不同时期,然后各种不同的regime情况下的test,确保的因子是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够有一些reasonable performance。 接下来呢,如果你把factor develop好以后,比如说有这么多利率评价的因子,然后购买力评价的因子,技术因子,怎么样把它们combine到一起,然后得到一个final的signal呢? 这就需要尽量进去学模型,或者是同级模型。我们公司最常用的是multi factor regression model,就是多因子regression model。 那我进公司之后,我又加了一些non-linear的,就是非线性的一些结构在里面。 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模型对不同的regime,或者是不同的market environment,有一些适应性。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们在最后的有想进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你的这些统计或者是尽量的这些技术一定要当好。 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因为我在面试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投资经验。我在进这个行业,没有任何投资经验。 然后我也一直都是,对这个机构投资者怎么进行投资,我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但是等我进了公司的第一天,我的就是刚才的BU的公司,他把我go offer 这个公司的那些statistic package,我们是用SaaS做的。 然后我发现,这个跟我在学校里面做的那些programming是非常相似。 但是,我当时就是感觉一种很开心,就觉得这个好。 原来不知不觉的,我是走哥的路,就是没有浪费在学校里面的时间。 那么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没有现在的话,可以加强你的SaaS的Infometric Statistical功能。 接下来这个最优化,最常见的就是Main Variance of Minization。 我想考过CFA的人,CFA的人都应该知道Main Variance of Minization。 然后它有哪些problem。但是即使它有这么多problem,我们在现实中,很多时候还是用这个Main Variance of Minization。 因为它比较容易理解,然后也比较容易,也比较便宜。 就是不用去买一些,别的公司的UPS式的Frontier。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result 也是非常不利用的。 接下来呢,就叫做Back Test。 所谓Back Test,我像张米博士,我们俩的Approach是不一样的。 因为张米博士,他更多的是前瞻性的。今后会是怎样的。 但就是我的这个,比如说我建了一个模型之后,我得要看它在历史上是否是成功的。 这个在计量机器学里面叫做Out of Sample Test,也就是把你的历史数据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叫做Learning Sample,通过这个Learning Sample去Estimate你的Model。 然后第二部分叫做Forecast Sample,也就是把你的Estimate那种数据去做Forecast, 然后去检验这个Strategy的Performance。 好了,那这整个过程做完了,你Develop your Factor, you combine your Factor, 然后呢,然后你就做了这个Portfolio Optimization,然后把它放到历史数据里面去进行检验。 然后把它放到历史数据里面去进行检验。 那接下来你就要Present to这个Investment Committee。 答验完之后,Everybody is happy,那就要把它投产。 这个是在Quunk,就是这个量化投资公司里面的一个优点,也是个缺点。 所以优点就是说,一旦你的模型被这个公司给系统化了之后, 你这个人走了,公司还是很完整的。 就是公司不会因为你走,这个赚钱的工具就没了。 这个那个传统的Fundamental Shop,如果George走的话, 那么我想George的公司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那我们公司去年,当然题外话,就是我们公司两个组, 去年另外一个组的投资总监被高升挖去做投资总监。 那一般情况下,投资者如果知道你们的头儿被挖走了, 是不是都会很panic,都会撤资,对不对?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资金基本上没有,没有克服撤资。 原因就是因为它那个模型还在我们公司,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那个Deep Bench Player, 就是板凳的人对这些模型还是没有见解。 那Automation在我们公司是这样子, 就是至少在我们族是这样, 我developed这个模型,那就我去把它automize, 所以这个我认为是个plus。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会有动力, 因为你知道你的东西在现实任务中是怎么去运用的。 然后它结果都不知道。 那Automate以后呢,就是trading。 像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全球宏观投资, 基本上都是短期的投资策略。 跟张明博士讲的,我觉得即使张明博士所说的短期, 我想应该也至少是六个月了。 那我们短期就是one week。 像比如说我的外汇投资那个portfolio是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就要看这个模型。 甚至是每天都看,但是基本上每天那个bottom性会很大, 就是我们的那个最优组和跟那个机器的那个最优组和, 它们不会相当的。 但是一个星期之后,可能就会变化很大, 我们就需要做rebalance。 那是不是everything is ok,我就可以。 就是take a good rest呢? 不是的。 你一直要监测你的模型的performance, 这个当然也不用我自己监测, everybody is looking, 就是我们那个专门有一个account manager, 每天就会有这个P&L, 每个strategy P&L他的report, 就像国内的基金经理, 每天都会有他们的那个基金的performance, 所以压力还是很大的。 那你叫monitoring, 你这个performance是不是ok? 不要每天都在退钱。 然后呢,如果出现一些不如人意的情况下, 你怎么去把它fix, 怎么去improve? 那待会儿我会讲到, 有一个模型里面, 就是有一个因子, 它就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 好,那我想讲完之后, 大家看看这个很活活的概念。 所以接下来,我就用具体的例子。 这个是全球股票, Longshore strategy。 那这个strategy, 它的首的universe是16个国家, 或者说16个市场, 分布在四个区域, 亚洲区, 亚洲区, 北美区, 和欧洲区的欧元国家, 还有欧洲区的非欧元国家。 待会儿我会继续想, 这几个国家是什么。 那么,我们为什么取来这16个国家, 而不是MSCI index里面的23个国家, 或者是26个国家呢? 是因为这16个国家, 他们是有非常liquid futures, 可以trade。 因为我们这些strategy, 我们这八个strategy, 全部都是Longshore strategy, 都是可以leverage up, 所以我们是对流动性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那我最近刚刚对这个模型的structure 出了一个挑战。 这也是, 这是, 原来是不分地区的, 就是比如说固定的5个factor, 对所有的16个国家进行一个评分, 出过这5个factor。 那最近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有些地区, 他们的factor跟其他地区的factor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欧洲国家, 他们可能有一个新的factor出现了, 就是主权, 那个违约风险, 这个因子出现了。 所以你就需要区别的对待。 那么这就是, 最近做了一个, 在两个层面进行, 一个是, 同一个地区里面, 用不同的factor, 来对不同的国家进行评分。 然后呢, 在不同的地区里面, 对不同地区进行评分。 这两个模型是不一样的。 那得出了, 就是, 通过这个模型, 我们怎么去, combine regional factor, 和 country specific factor, 还是用 regression based, 之所以我们要用 regression, 大家可能也知道, 因为很多, 比如说市盈率吧, 刚才张明博士也知道, 中国市盈率, 和美国市盈率, 可能他们并不是可比的。 对吧, 因为他们那个, accounting system不一样, 或者是, 他的那个based不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用一些技术, 把它, 使他们能够 comparable, 这个 regression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去 make them standardized. 那接下来我就, 就, 比如说, 最近的, 最新的这个update, 就是模型的update, 这个是, generate from computer. 那这里面呢, 这个是, 欧洲的欧元区国家, 五个国家, 德国, 西班牙, 法国, 意大利, 和荷兰。 那,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并不是在模型里面, 不一定是这个, 就是, 至少这两个factor, 是我们用的, 一个是value, value就是, 适应率, 是, 前瞻性适应率, 一年的前瞻性适应率。 然后, 通过这个适应率, 我们的结论是, 这个模型的结论是, 西班牙, 和意大利, 是非常的cheap, 就是它那个value, 是非常好。 然后呢, 德国, 法国, 和, 荷兰, 它们就, expense,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最近, 那个西班牙和, 意大利的那个, 主权债务危机, 发生以后, 这些股票市场, 相对于其他的, 这个德国, 法国, 是严重的, underperform, 大概, 今年我记得, 大概看一下, 大概是一对的话, underperform是, 十到十五个比赛。 所以, 从这个因子来看的话, 西班牙和意大利是值得买的, 然后其他的三个国家是值得卖的, purely from this factor. 然后呢, 另外一个叫做技术性因子, 这个技术性因子呢, 其实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通过研究发现, 在同一个region的, 在同一个地区的国家, 它们的相关性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呢? 特别是在欧盟里面, 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都是, 交易博伴, 就是trading product. 所以, 一个国家, 真正要go tank的话, 其他的国家很难不善其商。 所以, 从长期来讲, 他们应该是一个, 相关性不高。 但是, 如果在短期内, 由于某种, 出发事件导致, 比如说, 意大利或者西班牙, 被严重的, 就是, 大概都, 狂卖, 会导致他们这个市场, 价值, 偏离其他国家的市场价值。 这样的话, 我们的研究表明是, 过一段时间, 他们会revert, 叫做, 币性的, 币是, 不知道中国怎么翻译。 reversal effect, 反转效应。 所以, 通过这个, 这就是我们的技术性因素。 那通过这个呢, 也是得出, 西班牙和意大利, 他们是, good, 然后其他三个是, bad。 但是我想, 突然之后, 各位可能注意到, 这两个, 因子是, 其实是, 高相关的, 对不对? 一方面, 因为他们, 意大利和西班牙, price going down, 所以他们变得 cheap, 那同时呢, 也有一个, 通过这个, 技术指标有判明, 说明他们应该有revert, 那么, 在我们combine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些处理, 就是让他们的那个, 融与的信息, 把它给他们领悟一点。 好, 那这是, 这个代表讲一下, 这个Urozone, 接下来是非, 就是欧洲国家里面的非, 不是欧洲的那个, 成员国, 那个瑞士, 英国和挪威, 还有瑞典, 瑞典, 那这里面value和technical, 虽然是同样的category, 但是这个technical是不一样的, 这个technical是, 是一个sector momentum, 那我就不多讲了, 反正这两个, 通过这两个因子呢,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这个挪威和, 和UK, 是优于这个, 这个Swissernand和Sweden, 那在亚洲区的话呢, 亚洲区, 我们有三个, 三个因子, 一个是value, 还有这个trade value, 就是, 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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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把他的, 所有的trading partner, 的centrate, 把他的average, 还有就是, 这个宏观, 领先进行指标, 那么这三个因子,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 然后一样优于这个, 香港和新加坡, 一样优先进行指标, 要提到的就是日本, 大家可以看到, 日本这个, 为什么这么喜欢日本呢, 因为它这个trade weighting centrate, 是非常的favorable to Japan, 大家如果回忆一下, 可能就, 今年二月份, 日本, 中央银行刚刚推出一个, 新一轮的, 货币宽存政策, 就是要, 要, 通过, 通过, 发放货币, 来把, 通过膨胀, 拉回到, 所以, 这个消息一出来, 日元, 马上从, 1美元, 对75美元左右, 跌到, 1美元, 对现在的, 81美元, 81日元左右, 那这个, 外汇, 典值, 对这个, 出货导商货的, 经济, 是有很好的拉升作用, 所以, 这个因子就, 就显示出这个日元, 是favorable, 然后, 这个美国, 我就不多讲了, 目前, 是喜欢, 呃, 呃, 北美, 是喜欢, U.S. against Canada, 最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 在不同的地区之间, 我们是怎么去, 啊, Rank 它们, 我们同样的有, 就是地区的平均的这种, 领先经济指标, 还有, 平均的这种外汇, 汇率, 还有这个市场的那个, 预期, 这三个, 因子来得出, 是, 啊, 像你这样的, 判断一般, 有效期多长时间, 好的问题, 一个星期, 所以, 我给你回家, 过了明天, 下星期, 可能没改, 看情况, 看这个, 就是比如说, 如果啊, 我们现在喜欢这个意大利, 或者西班牙, 但是如果过了, 五天之后, 或者三天之后, 突然一个利好消息出来, 那个欧洲, 经济危机缓解, 然后西班牙猛涨百分之十, 这个模型就变了, 这个也是我们机构投资者, 或者说, 那是, 这一点不同, 我觉得哈, 就是做这个电脑, 傾断的话, 相对的, 手朵高。 所以你们的金钱, 全是, 这个模型是的, 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模型, 就是, 目的, 因为它的, transaction cost非常高, 我们的那个模型就会是, 相对的说, 他的那个, 它的波动性没那么大,就是一个月做一个rebalance 好,那我刚才说的这个意大利和西班牙,比如说我们就是,我们上新三刚刚看这些output 最后我们就会,我们一般是investment committee 里面有,这个strategy investment committee 大概有个人 那么,因为这个模型,就是我improved以后,那我就是leader 当我leader的时候呢,老板可能就对这个意大利或者西班牙这个position 他有点concern 因为他觉得这个好像模型没有考虑到这个主权债务的因素 所以觉得如果要投资这么多的头寸在这个意大利上面去 会不会有短期的会被市场给影响到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reduce 就不会do as the board model suggest exactly 我们就会稍微control 这个引导力的投资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10%到20%的human intervention 也不是invention啊, purely from risk control 我们不会go against them 好了,我想大概讲的就是这些了 我希望这个,我看到大家可能有好几位同学都有一点睡意 好,杨博士,我们听了兴趣盖然的 我问一下,你这个volatility表达 我问一下,你这个volatility表达 刚才这个,我说那个volatility 比如说6%投资在US这个 这个是一个lowvolatility的strategy 它的年龄,每年的能够容许的volatility是1.5% 因为我们很多的那个投资的,我们是机构投资者的 我们的客户是机构投资者 我们的客户是机构,而不是客人 他们一般来说是希望一个low risk 而不是一个high risk strategy 但是,非常非常非常 对,但是我们有另外的像currency strategy 有15%的那个volatility 那一个就是每年的那个performance 可以从0到30% 那这一般是,其实是我们内部自己 员工愿意投到这种high return 因为我们对这个模型比较有信心 你一般用多少倍的leverage 这个leverage是根据客户来定 比如说,我正好借这个机会 clarify 一下 机构投资者,它跟 retail投资者的区别就是 准备、合作主席 是不在躲递的